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中国是80年代 90年代初才有这个乐器 它是起源于非洲 然后发展于美洲 现在在全世界各地也是非常流行的一个乐器 这个乐器主要是由音板 还有框架 还有共鸣箱三个部分组成的 我们现在看这个乐器 它的音板也是这个乐器最为核心的部分 那它用的这个木材呢 我们英文的名字管这个树种叫Honduras Rosewood 对 咱们中文叫玫瑰木 也就是这个木头才可以制作出来一流水平的马林巴的乐器 马林巴的这个乐器呢 它是非常有特点的 我们通常可能觉得打击乐可能是鼓类啊 或者茶类啊 一些无旋律的 只有节奏的 但是这个乐器它又包括了节奏 包括了旋律 所以它打起来的话还有律动 包括舞蹈 形体各个方面 它是极欣赏可欣赏 然后呢 包括你视觉 视听 都是一个非常融合的一个乐器 包括各个风格的音乐 它也都可以演奏啊 然后最最最有特点的就是 它是为数不多的 只是靠这个木头自然敲击震动发音的 我们知道有很多的乐器会采用木材来制作 但是纯靠木头本身发音的乐器并不是很多 而且它的音律是跟我们的钢琴啊 跟小提琴啊都差不多的 所以它可以演奏任何音乐 任何风格的音乐啊 包括五线谱的 只要是祭谱法上面可以记下来的音乐 它都可以演奏 所以这个的融合 包括各个音乐领域都是非常宽阔的 那像我现在手里拿的这个锤呢 也是专门用来演奏马琳巴的 我们管它叫马琳巴锤 那这个锤呢 它是用毛线 然后杆 锤杆这部分也是用硬木来制作的 那我们因为是敲击的乐器 所以只能靠锤来改变它的音色 比如说软一点 硬一点 然后中高低音呢 它会出来不同的音色 因为呢 咱们马琳巴这个乐器是属于间接触摸的乐器 因为手是不直接演奏的 那像钢琴的话可以手直到直接触碰到乐器 咱们这个叫间接 叫second touch instrument 也就是间接触摸 就会需要这个锤很重要 单锤的握锤方法可能相对单一些 但是双锤的话 它有比如说像Burton的打法 中间隔一个手指 像Lee Stevens的打法 它是中间隔两个手指 这个都是需要严格的经过一些训练才能够上手的 那初学的时候 可能简单的乐器 我们都可以用单锤来演奏 那如果是专业的演奏的话 我会用到和声 会用到更多的节奏 更丰富的音乐风格 可能就会用到一些四个锤 一首拿两个去演奏 声音 低音 从低到高 它的排列跟我们的钢琴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上面就是钢琴的黑键 下面就是钢琴的白键 所以我刚才说了 像十二平均率啊 二十四个大小调啊 只要是五线谱 继谱法 写出来的音乐 它都可以演奏 马林巴这个乐器呢 跟国际木文化学会也是老朋友了 我曾经呢 去过世界木材日的活动 是在尼泊尔 然后我在那儿见到了很多的用木材制作的乐器 这个是其中的一项 那我们作为音乐人呢 也开阔了自己的眼界 看到了来自全世界各个不同地方 不同国家的 不同民族的这些音乐家们 用不同的乐器 我们一起演奏音乐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而且是非常震撼的一件事 木材对于我来讲 它是有生命的 即便是最后做出了乐器也是有生命的 它本身是大树 从小树 从一个树苗 从树苗长到大树 苍天的大树 然后它做成了乐器 它其实对于它来讲又是一个再生 然后用乐器呢 我们用它来演奏音乐 跟更多的人去交流 全世界的人更多的人欣赏你的音乐 所以我觉得这个木头是一直生命在延续的 由于这两年的疫情 所以我们很多线下的活动呢 都很难的去做 那我们也都在线上做一些各种 比如说用演奏啊 用教学啊 来表达我们的心情吧 那在这里我祝世界木材日2021的线上活动圆满成功 世界木材日快乐 Yuri's kommitt上活动